小姨们好 今天我们要缝制的是这款凯莉包 一个有三个配色 它的包身是十分的硬挺有形的 搭配一身简单干练的服装 分分钟女强人气场 好了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开始缝制了 今天的视频分为三个部分 分别是物料介绍 基础教程以及缝制过程 在开始之前这里有个温馨小提示 就是我们在缝制这个包包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拍下素材 分享到朋友圈 以免朋友不相信这是心理所调的你缝制的 好了我们现在开始吧 打开飞机盒 首先看到的是桌垫 我们给大家准备了磕豆翅 之后凉馅会用到哦 在开始之前将桌垫铺好 防止桌面受到损伤 工具包 材料包 材料包里有一张数字皮料贴 对照皮料表将数字贴贴在皮料正面上 怎么来区分皮料正反面呢 这一款包包呢区分皮料比较明显 正面的这一面孔味比较大且带有花纹 反面的这一面呢皮面比较光滑且孔味较小 这里看到明显的区分 包括我们待会是要缝包边的时候 也是正面是带有纹路的 背面呢是经过了消薄的皮料哦 我们贴皮料的时候记得避开孔味哦 首先第一步呢拿出我们的一号皮 我们先来缝制一号皮的这个部分的装饰线 那缝制这段装饰线所使用线的距离呢 是这一段的六倍 也就是相当于我们150厘米拉线的长度 例如这里是一倍 以此类推 两倍 三倍 六倍 量六次这样的线 在这里剪断 剪线的时候注意了 我们斜着向上剪 将剪出来线尖尖的好穿针 缝制我们用到的是双针缝法 顾名思义就是两根针一起缝 所以我们要将两头的线都穿上针 先将线穿过针孔 拉出一小段线 将线压在我们的桌面上 用针尖呢穿过我们线的中间 将短线呢向上拉 线是卡在针的中间的哦 再将尾线呢穿过针笔 再拉我们的长线 那这样一边的针呢就穿好了 接下来我们用同样的方式来穿另外一边 现在两边的线我们都穿好了 接下来开始缝制吧 我们需要缝制的这一段线呢 它是装饰线 顾名思义就是做装饰作用的 那我们进针的第一针从第一个孔位进针 侧边直排的第一个孔位 双线拉起平 也就是两边的线拉的一样长 下面的这根针呢从底部穿上来 我们横着向这个方向走线 上面的针呢从第二个孔位穿下去 双线一起拉紧 这样就完成了一次交叉缝制 接下来我们所有的缝制 都是按照这样交叉缝制进行的哟 底下的针从第三个孔位穿上来 这里需要注意 从下面穿上来的针 我们将它放到右手边 之后从底下穿上来的针 我们都统一的将它放到右手边 这样可以保持线机的整洁 以及美观 我们就以这样的方法 一直缝到另一边 我们缝制到了最后一针 注意了 就需要从已经缝制过的这个方向 到缝两针进行收尾 我们倒缝回去的时候 需要两条线是平行的 尽量不要让它产生交叠 这样会比较美观哦 背面也是 我们知道第二针的时候 我们直接穿下去 翻过来背面 我们收尾的时候是在背面收尾的 那这里呢将会给大家展示两种收尾的方式 分别是胶粘和火鸡的收尾 那我们先用右边这根线呢 来给大家展示胶粘收尾 胶粘收尾呢需要注意的 尽量的将线头剪干净 剪的时候小心不要剪到旁边的线哦 那么胶粘我们所用到的是502 这里需要注意了 502千万千万千万不能递到平面上 否则是无法清洁的 那我们需要一个容器 一个瓶盖或者是一张硬卡纸 将502滴到容器里 再拿一根备用针 少量多次的蘸取502 涂抹在刚剪断的线结上 切记不能涂到皮面上 涂到线结上就可以了 等待502干了之后 我们胶粘收尾呢就完成了 那接下来我们用左边的这根线呢 来进行打火机收尾 那打火机收尾的时候 需要注意一下 剪线结的时候尽量留 两毫米左右的线头 并且将打火机的火焰调到最小 我们用内焰 也就是蓝色火焰的这部分 轻轻的去碰线头 将它碰小之后快速的按压 那两种收尾方式都给大家示范了 大家选择自己喜欢的收尾方式 来进行收尾就可以了 那我们的这个装饰线呢就缝制完成了 接下来呢我们将一号皮还有提手部分 以及两张五号皮缝制在一起 将五号皮呢弯折到提手位的这个中心位中 穿过去 折叠回来 正面再上哦 缝制到一号皮的对应位置上 两边都需要进行缝制 那缝制这个部分所使用线的长度呢 是这一段的两倍 也就相当于我们40厘米拉行的长度 由于需要缝制两个部分 所以我们要量两条这样的线哦 然后先穿好针之后我们就开始吧 进针的第一针呢 是从横边的侧边孔位进针 因为最后我们回针是回到这两针并排的地方的 孔位对齐 用同样的方法 向长边 然后绕回来横边缝制就好了 同样倒缝两针 剪线收尾 那这里呢 我选择用打火机收尾 用502收尾的小鱼们 记得把线结剪干净哦 这个部分我们就缝制完成啦 接下来的另外一边 也用同样的方法来进行缝制哦 这个部分我们就缝制完成啦 下一步呢 我们将两张7号皮缝制到我们的包身上 缝制这两个对应的部分 那缝制这个对应的部分 首先用线的长度呢 是这一段的两倍 也就是相当于我们36厘米拉线的长度 由于需要缝制两边 所以我们要缝两条这样的线 两号线穿上针之后 我们就开始吧 注意区分我们7号皮的正反面 反面是有螺丝的 记住千万不要忘记了 将7号皮正面在上 直接穿过我们1号皮 这里所预留的孔位 缝制对应的部分 金针的第一针 也就是我们车缝的最后一个孔位 然后穿过1号皮 底边的第一个孔位 我们连接车缝的这根线 然后持续向前缝制就可以了 缝制这半圈 缝到最后一针 同样是倒缝 剪线收尾 这一边呢 我们就缝制完成了 接下来用同样的方式 缝制另外一边 这个部分我们就缝制完成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将1号皮 2号皮 还有4号皮 一起缝制 将4号皮 搭在1号皮 以及2号皮的上方 那么缝制我们 侧边的这两条线 将它们一整体缝制起来 那缝制这个部分 首先用线的长度呢 是这一段的4倍 也就是相当于我们 85厘米拉线的长度 由于需要缝制两个部分 所以我们要量两条这样的线 量好线穿好针之后 我们就开始吧 我们先来缝制2号皮和4号皮 先将1号皮放一边 4号皮搭在我们的2号皮之上 缝制这一排孔位 净针的第一针呢 从尖角的第一个孔位净针 同样2号皮尖角的第一个孔位 对应缝制这一段 我们缝制完第一个孔位之后 另外的这一边 我们可以用叶维加的进行辅助 这样它先加起来 方便于我们缝制 缝制完成之后 倒缝剪线收尾 那这一边我们就缝制完成了 接下来用同样的方式 来缝制1号皮的部分 由于刚才我们是从这个方向 向这个方向缝制的 回针在这边 所以缝制1号皮的时候 我们同样的向下方 往上缝制 回针在上方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这个部分就缝制完成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将两张8号皮 两张3号皮 以及我们的整个包身缝制在一起 缝制包身的两个侧边 那缝制这两个侧边 所需用线的长度呢 是这一段的4倍 也就是相当于我们 170厘米辣线的长度 由于需要缝制两个部分 所以我们要量两段这样的线 2号线穿好针之后 我们就开始吧 由于我们的凯莉包包 侧面用的是法式包边 来进行缝制 所以我们将在背面进行缝制 正面是朝里边的 露出背面的部分来 整一个包包缝制完成之后 我们再将包包翻过来 正面就可以了 侧面3号皮 同样的也是正面朝里的位置 然后皮料对齐 我们先来缝制两针之后 再折叠8号皮 加入进去一起缝制 净针的第一针呢 依然是第一个孔位 双线拉平行 第一针的时候 我们需要注意一下 这里呢是并合缝制 所以我们要进行一个锁边的动作 外面的这根针呢 从里面绕进来 并且从里面穿出去 这是我们锁好了一边的效果 接下来再锁一次完成锁边 同样也是从外面绕到里面穿出去 拉紧 向下缝制两针 下一针即将要缝制到我们大孔位的时候 就需要将8号皮折叠加入进来一起缝制 先拿出8号皮 注意看 8号皮的开头位呢 是窄边整一个是层梯形的形状 所以我们将层梯形的这部分 也就是这两个孔位向下弯折 弯折之后再卷折 也就是将背面对折过来 只留出正面在外面 捏紧了我们重合的部分 将它加入到我们的两层皮中间 放进去之后加紧 先捏住一边再捏另外一边 一次性是要穿过6个孔位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千万不要漏缝这个位置 慢慢的来穿过大孔位 找到我们折叠的8号皮的第一个孔位 折叠位的第一个孔位哦 穿过去 再穿过另一边 呈现这样的状态 正面是这样的 那正面的这个部分呢 是稍后翻包过来 它会露在外面的 再穿过我们的3号皮 稍后呢就以这样的形态 持续向下缝制 都是背面 那么正面现在被缝在了里面 由于皮料成数过多 所以大家一定要拉紧 从瞳孔位穿过来 注意检查是否有漏缝 拉紧 接着下一针 红孔位穿过 拉紧 接下来的缝制就相当于缝制4层皮 捏紧继续向下缝 尽量拉紧到这个间隙非常的小哦 持续向下缝制就可以了 缝制到侧边的时候 我们一个孔位对齐 一个孔位就可以了 由于整个侧边的部分 是需要跟着3号皮 来进行缝制的 所以我们稍微的把它挪动一下 卷起来 这个地方可能会有些困难 小伙伴们需要多一些耐心 而且缝制转角边的时候 一定要拉紧线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部分 确实很困难的话 我们就用燕尾夹 稍微的加一些 然后缝一针推一针 因为这个部分可能完全对齐 没有那么的容易 所以只能用燕尾夹 来做一个辅助的作用 接下来我们进底针 也就是底部和正面缝制的时候 也是直接进针 需要穿过两层皮的哦 底部两层皮 然后再进我们的包边条 8号 这个地方依然是不要漏缝了 稍微检查一下 这个角的部分呢 是会有一定的褶皱的 就是空间关系很正常的 接下来我们到了跨针位 丸子的部分比较难呢 就是缝制中间两层皮 而且缝制对应孔位 对应位置 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底部的大孔位 那底部的大孔位呢 是便于大家检查 自己是否有缝对孔位 所以如果缝制到中间大孔位的时候 没有在同一个孔位上 那说明前半部分 可能会有孔位是没有对齐的 大家可能需要重新检查一下 注意咯 距离大孔位 还有两个孔位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将8号皮 对折两个孔位 和开始一样 卡在皮料的中间 一起缝制 穿过弯折回来的底部位置 刚才我们穿的时候是反方向哦 需要注意 不要漏缝 再次检查 要确认皮料完全穿过8号皮 再穿过我们侧边的3号皮 接下来就缝制到大孔位 也就是弯折位的这个位置 缝制完成之后 我们单独缝制 1号皮和3号皮 注意一定要将线段拉紧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同样是需要锁边锁两次 外面的针从里面绕进来穿出去 绕两次 接下来要缝两针 剪线结首尾 这个侧面呢 我们就缝制完成啦 大家看一下它正面的效果是这样子的 接下来呢 我们用同样的方式来缝制 另外一个侧边 开头锁边 到大孔位了 将8号皮弯折加进去 后面还有两个孔的时候 注意弯折8号皮过来 别忘了锁边 到缝收尾 两个侧边我们都缝制完成啦 接下来我们来完成最后的一个步骤 缝这一圈孔位的装饰线 那缝这一圈孔位装饰线 舍胸线的长度呢 是这一段的7倍 也就是相当于我们140厘米拉线的长度 然后先穿好针之后 我们就开始吧 我们净针的第一针呢 从侧边的第一个孔位净针 也就是重合缝制的第一个孔位哦 上前拉7平 持续的向前缝制就可以了 我们缝制到侧边转角位置的时候 来在外面的这根针呢 直接横穿下一个孔 在里面的这根线呢 也是一样的 穿的是这一边的孔位 穿出来 接着继续缝制 最后一针的时候也是 穿过已经缝制过的孔位 接着呢 倒红两针 收尾就可以了 那我们收尾的时候 主要是看正面皮的这个部分 保持仙剂的平行哦 这个装饰线呢 我们就缝制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把整个包身给它翻过来 当包身的时候需要注意咯 因为这款皮料的皮质呢 比较硬 所以我们要先从四个角开始翻起 先将我们侧边的短边这个角 摁下去 慢点摁没关系 把它脚的形状摁出来 再带出另外一边的脚 另外一只手伸进里面 进行扶住 把脚都顶出去 尽量顶到侧边三分之一的位置 同样的这边也是 接下来推底部 推主要是推我们缝制了线剂的这些部分 现在将四个角拉出来 我们缝制边的部分呢 稍微轻一些 尽量是用顶出来的方法 好 接下来整合 推一下边 尽量把它推出来 特别是我们法式包边的这个部分 尽量的一整条边都往外顶一顶 侧边也是 捏一下包型 将七号皮呢 从侧边的孔位传出来 再从侧边传回去 再传出来 两边都是这样哦 如果我们不着急用包包的话 尽量用一些可以蓬松的东西 比如说快递的泡沫纸 或者是一些旧的包纸 将它塞进去固定包型 拿出我们的肩带 分别系在我们 提手预留的位置上 这个包包我们就缝制完成了 缝制完成了 有没有感觉自己超级棒呢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 想把它背出去拍妹妹的照片 发个朋友圈 如果觉得英特老师教的好的话 就给我点个赞吧 把淳小鱼分享给身边 爱做手工的朋友们哦 好啦 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啦 我们下期见 拜拜 谢谢大家